世界各地的朋友,各位華裔的同胞 各位獅子山下,維港兩岸的兄弟姊妹 今天,在這個示威衝突裡面 警方突然提升了武力等級 就是使用了橡膠子彈 以及布袋彈 結果,有一個港台的司機 曾經心臟停頓 有22個人送了去醫院 我的名字就叫做蕭若元 我今年70歲了 我是一個香港出生的華裔的卑微的共民 今天我向大家作出一個呼籲 請求大家幫幫忙 首先,各位站出來今天對抗修例的年輕人朋友 我知道你們付出了很多 亦都是非常勇敢 但我希望你們緊守非暴力的原則 不要再衝擊警方的防線 不要侮辱警方 不要扔轉 不要縱火 因為你們一這樣做 今天,警務處長就把這個和平示威的行動 戒定成為暴亂 結果,很多原本來現場支持的人 都因為使用了暴力而不敢來 令到你們成為了少數 令到你們更容易受到警方的傷害 令到這個示威 這個抗議行動失敗 令到危及在你旁邊左右的人 以及令到我們在世界傳媒 在各國人民的支持上 能夠得到的減少 我再次懇請你們 不要使用暴力 堅決用和平的方法 來表達你們的意見 第二點就是 我是向香港的公務員 以及警察部隊 向你們作出一個請求 你們 都是香港人 我很明白你們是 要受到命令,要進行 但是 今天 如果你們開槍或者使用暴力 傷害到的 同時是香港的青年人 也是香港的未來 可能是你的親戚 可能是你朋友的子弟 可能是你的隔離鄰舍 我們都是來自獅子山下 固然我明白 有時候你們受到別人的侮辱 有時候你們接受了命令 是不能夠不這樣做 但是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那時候在柏林圍牆 有一個人 有一個東德的軍人開槍 射殺了一個琴場的人 想逃走的人 後來東德滅亡之後 他就面臨審判 他就說他只是 聽了命令而這樣做的 法官就說 是,你聽了命令這樣做 你不這樣做不行 但是 為什麼 你的槍口不向上一公分呢 你只要槍口向上一公分 就會射不中那個人 所以射中那個人 是你的責任 今天 有人 在頭部中彈 因此心臟停歇 我想問 這樣嚴重傷害香港的青年人 是不是你們的心願 我請求你們 就算必要這樣做的時候 都將槍口 舉高一公分 第三 我向世界各國的人 呼籲 你聽到我這個訊息的時候 請你們用你們的方法 傳播開去 或者你自己講一條訊息 circulate 給全世界愛好和平 愛好自由的人 我擔心香港繼續流血 我擔心香港人的命運 請你們 幫一幫香港 將這個訊息 將這個訊息 circulate 出去 使世界人民 和各國的政府 都救救了香港人 天佑香港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讓世界各國的人民求助 最後一定要 end up with 天佑香港 最好用不同的語言講 向全世界 circulate 你們用你們自己的language 講一次 先傳給你們的朋友 然後叫你們的朋友 再share 一傳十十全白 circulate全世界 香港再流血 香港再向你們求助